国共内战时,投共者屡见不鲜。 但有一位投共上将,是白宠喜和陈诚最看不起的人,几乎认为是一无是处。 好在天理也没有放过他,文革后,多次被抄家,家属被打,家中被破坏,天天过得胆战心惊,直到周恩来恳求,才让他加到保护名单中。 这个寡连仙齿的投共上将,就是张志忠。 张志忠,自文白,保定军官学校毕业,国民党二级上将,曾经是蒋介石的四大心腹之一。 张志忠身为国民党高官,拿国民政府的俸禄,但所做的事都在谋取自身利益,卖主求荣。 如白宠喜曾说,他一生最瞧不起的,就是张志忠。 张志忠是白宠喜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,但在校时并不相熟。 他们第一次共事,是在北伐军总司令部。 北伐中,听四桥一役,因为伤亡很大,占地草丛中都是血。 停火后,总司令蒋介石和参谋长白宠喜巡视战场,两人的长筒靴上,都沾了许多穴子。 寻避,蒋介石在听四桥火车站,召集连长椅上军官训话,军官们按阶级排列。 白宠喜站在蒋介石旁边,面对阵列,蒋介石一开始训话,白宠喜就看到站在第一排的张志忠,头朝下方,一直扭动。 这种动作在军中是很忌讳的,白向张瞄了一眼,示意他站好来。 不料,这十张突然上前竖步,在蒋介石面前当众下跪,从口袋中掏出白手帕,往蒋介石军靴上,细细擦拭染血的靴子,直到驯化完毕才停下来。 白宠喜说,后来军中骂人,不要脸,拍马屁,就说这家伙是擦鞋的。典故就是由此而来。 到北伐后期,张志忠身为师长,攻打徐州时,张志忠的部队溃散,按当时的革命军律,部队长是要处死的。 战后第二天,蒋介石乘火车到徐州前线,所有高级将领在车站迎接,在队伍最后一个,张志忠, 在身上绑上白布,跪地哀求蒋介石饶他一命。 蒋介石看了他那个样子,可能一时心软,当场血下,上属之耻,即枪毙一次。 因为这两件事,让白宠喜一辈子瞧不起张志忠。 但从事后张志忠的所作所为,也可以看出,张志忠就是个寡怜先持的人,可说,白宠喜的判断没错。 1945年8月,抗战胜利后,为了中国人民的和平,蒋介石三腰毛泽东到重庆谈判。 由张志忠亲自去延安街毛赴重庆,在重庆保护毛泽东,并护送毛回延安。 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,张志忠却向美国特使赫尔利抱怨国民政府为中共做宣传。 此时还有一件趣事,白宠喜那时是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,在自己家里宴请毛泽东一行人。 照理说,张志忠是主要陪同人员,应该邀请共同用餐。 但白宠喜说,我就是不请这种人,不要让他污了我家的门槛。 此事可以看出,白宠喜真心鄙视这家伙。 到国共内战后期,1949年4月1日,张志忠率领国民政府和谭代表团赴北平与中共谈判。 此去前,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指示,和谭必须先定停战协议。 从4月2日至7日,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进入疆局,带总统李宗仁和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宠喜,坚持与中共化江而治,保住江南半壁江山。 而中共毛泽东则毫无和平诚意,不但坚持将蒋介石、李宗仁等人视为所谓战争罪犯,还蛮恨坚持无论何战,共军均需过疆。 4月18日,张志忠派黄绍红等人,带回中共最后通牒的协议草案回南京,劝说代总统李宗仁和行政院长和应亲,此内容被白宠喜痛斥为投降书。 白宠喜决定,只要中共坚持渡江,便不能接纳合议。 随后张群带着协议草案,去西口向蒋介石请示。蒋看后拍桌怒斥道,文白无能,丧权辱国。 4月20日,李宗仁和应亲正式电告张志忠,国民政府拒绝签字。 第二天,4月21日,毛泽东便下令,共军强渡长江,中华民国首都,南京沦陷。 张志忠则与北平和谭中投共。 后任,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,民革中央副主席,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。 1949年9月8日,毛泽东希望张志忠帮忙劝降国民政府新疆守军。 张志忠向毛泽东表示,我早有此意,因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志越为张志忠推荐之人。 随后,张志忠立即打了电报,转告新疆警备司令陶志越和省主席鲍尔汉, 要他们正式宣布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,并与彭德怀接洽投共。 由于张志忠的去电,国民党新疆守军不战而降,新疆于9月26日沦陷。 国民政府退至台湾后,张志忠因与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, 受毛泽东邀请,帮忙写信,劝降蒋介石。 信至台北,但遭到蒋的拒绝。 张志忠曾经是国民党代表,此时确寡连掀耻至此。 1958年,毛泽东发动大跃进,大搞人民公社化,农田荒芜无人耕种。 9月10日至29日,张志忠陪同毛泽东视察湖北、安徽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地。 回来以后,张志忠写了《人民热爱毛主席》,随毛主席视察散机一文,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。 为毛泽东歌恭颂德,由此博取好感,恶心至极。 文革爆发后,张志忠等一票投降中共的国军将领都受到冲击。 据张志忠长女张素我的回忆,文革期间,他家被红卫兵多次查抄。 红卫兵手拿皮鞭,罚张素我,爬进地下室和上层中间的一个狭小空档,他只得乖乖服从。 有一天,红卫兵又来抄家,指着张志忠问,你是谁? 张志忠很生气,但无可奈何。 随后,红卫兵砸了花瓶,又拿走了张志忠的配件。 还责问,为什么不挂毛像和语录? 出门时,将一把切西瓜的小刀,也视为武器掳走,扬长而去。 为了不惹麻烦,张志忠让人买回毛泽东像和语录。 后来情况越来越糟,张志忠熟视的一大批,中共开国功臣被打倒,被关进牛棚。 被拉出去游街示众,甚至被逼死,还有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受到冲击。 张志忠提心吊胆,每天看着报纸,一言不发,担心引火上身。 后来张志忠被列入中共所谓的高级民主人士行列,才幸免直接人身迫害。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,张志忠每天晚上都问儿子有关文革的情况。 问谁被打倒了,谁被抄家了。 他对儿子说,文化大革命比军阀混战还乱,谁也管不了谁,政府说话也不管用。 很可惜的,因为保护名单,让张志忠最后没享受到墙头草的下场。 于1969年4月,张志忠并亡于北京。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,非常感谢您的观看。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动动你的手指。 感谢你的喜欢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